国际焦点来关注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 在一次军事行动中误杀了三名被关押在加萨的人质 以色列军方声明指出 在西捷亚区和哈马斯交火的时候 士兵是误将三名人质当成威胁并且开枪射杀 造成三名年龄借在25到28岁的男性人质死亡 对此以军是深感悔恨 同时表示将会完全透明的调查这回事 全球的航运巨部丹麦马斯基集团和德国的货柜航运公司赫伯罗德宣布了 将会暂停所有行经红海的货柜船运输作业 航道就是要改绕行非洲 主要就是因为叶门的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 为了要逼迫以色列停火 最近是持续的攻击行经红海的商船和军舰 武装分子会持墙登船来挟持这些海事工作人员 有的船只被飞弹击中之后 甚至是起火燃烧 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航运公司就表示 航运现在要改道 将会维持到另行通知为止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全球焦点 全球的供应链呢 阴霾是持续在扩大 那燕门什叶派的激进团体青年运动 他们是连番攻击了行经红海的商船 借此要来逼迫以色列停止攻击加萨走廊 所以红海水域航行的风险已经升高了 那么总部设在丹麦的全球航运巨部 马斯基集团 15号他们向路透社表示了 集团所有行经红海的货柜船 运输作业会全部都暂停 航道就要改绕行非洲 那么这项变动将会维持到另行通知为止 而德国的货柜航运公司赫博罗德 随后他们也跟进宣布相同的决定 至少会维持到下周一 也就是18号为止 那联合国在12号表决通过了以哈停火决议 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就谴责了 决议当中连哈马斯的字眼都不敢写 以色列就声称了哈马斯拒接停火电话 并且他公开了是哈马斯领袖新瓦的电话号码 结果哈马斯以牙还牙 随后将以国代表的电话号码公布 害他接到了上千封的威胁简讯 以色列拒绝停火誓言要彻底的消灭哈马斯 直到完全胜利 联合国在12号表决通过 以哈停火决议虽然没有实质约束力 但仍代表了多数国家对以哈战争的态度 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拒接任何劝说停火的电话 以色列代表愤慨地表示 这份停火决议连谴责哈马斯都不敢写 以色列代表在现场举起牌子 曝光哈马斯领导人的电话表示 若想要真正地停火 请大家打这个号码 哈马斯领袖辛瓦曾在以色列关了23年 他曾在1988年因为杀死两名以色列士兵 和四名巴勒斯坦人被判刑 辛瓦在2011年以巴人质交换中被释放 随后在激进组织中担任领导的角色 誓言大开杀戒 隔一天后哈马斯以牙还牙 以色列代表艾丹的电话号码 艾丹也透露他果真接到上千通 来自印尼等穆斯林国家的威胁简讯和电话 有人问艾丹 你还活着吗 甚至说你的死期快到了 以色列外长表示 面对哈马斯不该手软 现在停火等同于给哈马斯礼物 让哈马斯有空间重新组队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以色列也大动作公布 民众若主动举报哈马斯领导 能获得850万到2500万台币的高额赏金 记者综合报道 好小丸子他留言问说了 请问小台湾姐姐会在那个时候的聊天室冒出来吗 好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宜林看世界节目它是预录的 它不是live的 所以我不一定会准时就出现在聊天室 但是呢我还是会进到聊天室 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 所以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帮我们按赞留言加分享 好我们另外持续要来看到的是 英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国防部长 14号他们在东京举行了防长会谈 并且还签署了一项国际协议 合作要开发先进的隐形战斗机 英国国防大臣还表示了 英国航母舰队将会重返印太区域 并且会经过属于国际海域的台湾海峡 另外中俄有6架军机 同天他们飞进的是南韩的防控识别区 引发了南韩军方的抗议 不过大陆则是同样以国际海域为由 表示这样的举动没有任何问题 中国日本和意大利防长 在东京签署全球空战计划协议 三国将联合开发新一代超音速隐形战斗机 是史上首例跨越欧亚的战斗机研发合作项目 这项协议还需要各国国会批准 联合开发阶段将于2025年启动 并预定在2035年前让战斗机投入飞行 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宣布 即2021年首航后 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将于2025年重返印太地区 与日本自卫队和盟国一同操演 并表示台湾海峡市公海 英国军阵有权通过 2021年英国首次在印太地区 部署航舰打击群 期间编队巡防舰通过台湾海峡 引发中方强烈不满 时任英国海军参谋长曾表示 台湾海峡明显是国际水域 是自由开放的航路 这次更再次向大陆传达强劲耗阻讯息 同样不平静的还有日本海及东海 南韩军方表示 两架大陆军机和四架俄罗斯军机 14号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 南韩战斗机紧急升空因应 中俄军机飞出防空识别区后 南韩通过热线与中方进行沟通 并就大陆军机未提前通报的情况下 飞入防市区提出抗议 对此中方表示 这是中俄进行的例行性联合巡航 也强调国际海域一词 因此此举符合国际法 记者综合报导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全家语气 坏 快点 大家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